一向中的爱情 相互的依靠 但是又相互自由的吧 王子变青蛙呀 然后 然后元香琴 江植树那个 噩噩作剧指吻啦 然后还有薰衣草 还有流星花园 超级爱看 还珠哥哥 古偶 还珠哥哥每一部 每一幕都是 然后我比较喜欢 那几对里面的 吴阿哥和小燕子 小燕子吴阿哥 我带着我 我小时候 你知道吗 我小时候把 以前有我们 有那个纸牌 你知道吗 就打牌的那种纸牌 然后上面都是 还珠哥哥的那些人像 紫薇的一套 然后吴阿哥一套 小燕子一套 我经常把小燕子 单独剪下来 跟吴阿哥 四四四四 我老师剪下来 我叫薇姐 把它贴在一块 然后我去看老房游戏的时候 我觉得 这我就应该跟四四五在一起 就是为什么要乱安排 那时候也挺小的 明白 就觉得 我很了解那些 科CP的那些人 就觉得下一步 你们也要在一起 能让你动心的那种人 他一般会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我觉得这个人 相对是比较成熟 是很成熟性的 如果比我小很多 我就会觉得 好多点不在一起 上下 他们死的问题 可以有这个年龄 往下二十 往下二十 然后往下 三四岁 就再往下定 我觉得比较幼稚 但是我不知道明年的我会是什么样子 我去年的时候 我还前天的时候 绝对不 我同龄我都觉得有点小 定要分手那个理由是什么 刚刚跟叶玲还在聊 我就说唯一不能忍受的就是 出轨 就是 我说 死穴 死穴 我说渣男必死 就是 不行 这个真的是我的底下 曾经有过如此惨痛的经历吗 略惨痛有 略惨痛 但不知如此惨痛 就是 我是那一种 一旦碰到我底线 就是 快到战乱 就是 不拖你点事 比如说对方出轨了 我是属于那种 我会拼命想他的不好 然后我不会说他来求我 然后我就会 又心了 没有 就是你有第一次 你就会有第二次 我虽然的 就是 那就是 就是 我虽然的